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讲经说法49年 后人集结成为经典 流传到中国来少分 那个时候交通不便 所以精挑细选 选这些好东西 带到中国来了 次要再次要的 没有办法带不动 只有舍弃 那么我们今天看到大藏经 分量还有这么多 精挑细选 如果是把世尊当年49年所说的 全部这个积极的精脏 我们最保守的古迹 比我们现在大藏经要多十倍 最保守的古迹 这么大的分量 龙树菩萨 三个月就修完了 那叫光学多文 我们一生的力量 我们一半年的时间都学不完 人家三个月就学完了 什么原因 他有根 真的是文艺之实 一文千物 所以三个月就毕业了 龙树菩萨三个月能够学完全部大藏经 我们三个月也能学完全部大藏经 这些人是讲真的 一点都不讲 要怎样 入佛境界 那佛所有的东西 你不全部都通了吗 重要是入佛境界 你的心跟佛心一样 你的愿跟佛心 佛的愿一样 你的行跟佛的行一样 你的言语跟佛的言语 有什么两样 一通一切都通了 试出世间法 没有一样不通 这个方法妙诀了 故佛菩萨 亿万级 这种经验方法 传说给我们 我们是依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 不能接受 不能相信 这个责任要自己负 绝对不是佛菩萨 不慈悲 不使善知识 令法了 真正的善知识 真正觉悟的人 对一切众生 平等的 要活盘托出 我有多少 通通都托了 给你 那你不能接受 那就没法子了 所以 总的纲领 总的原则 应接得定 应定开会 所以 你要不守法 守法 就是持戒 你不去修 真诚 清净 平等 正觉 慈悲 这通通都是属于定会 你怎么会开悟 你怎么能正常智慧 智慧正常 变才就成就了 变才绝对不是自立的 是离他的 自立的 就是广修多文 正常智慧 就是那两句 广修多文 决定从戒定会 离开戒定会 那不是佛法 佛法是觉悟之法了